Hi everyone,我是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 熊仁謙 我今天與你聊的主題是 有意義的人生真的比較好嗎? 這是一個我長久以來 常常最常收到的一個很廣泛性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自己覺得在人生的某一個點 找到人生意義 那我想到想要錄這支影片 主要的一個是有一個朋友在 在我們的官方帳號LINE裡面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是個學生很討厭讀書 覺得人生沒有意義很痛苦他該怎麼辦 一如往昔的我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我要講的是一個思維上的一個特點 的確人生沒有意義很多時候讓我們很徬徨 讓我們覺得很不知所措 可是有意義真的就比較好嗎? 因為我們常會有一種思維就是 再爛的意義就算沒有就算一個不好的意義 也比沒有意義好 就是意義這種東西 人生的目標這種東西 再糟也沒關係 至少要有一個 你不能沒有目標 就像賺錢的動力 你不能沒有賺錢的動力 你膚淺的動力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動力 像這樣的感覺 好那我們就回到今天要講的主題 就是人生有意義的話 真的會比較好嗎? 我們現代人對於人生的意義有一些想像 我們的對於人生的意義 往往不是真正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那種你的內心真的心之所向 不是那個你發自內心很熱愛的一件事 不是 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的意義 我們被教導 從小到大被教導的意義 都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 比如說你以後要賺好錢 為什麼要賺很多的錢呢? 因為你要照顧家人 為什麼要照顧家人? 你要跟他們開開心心 你要賺錢 因為你要讓自己愛的人開心 你要賺錢 因為你才有辦法在社會上得到尊敬 你要讀書是為了收入 我們每個人的意義往往都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 讀書為了解決可能收入不高的問題 賺錢為了解決可能沒有辦法跟家人和睦的問題 一定要交往一個對象 為了解決自己可能孤單中老的問題 我們很多意義都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所提出的 但是當我們的意義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所提出的 換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如果我的這個問題被解決了 我這個意義就不存在了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擾口 沒有關係 我們講一個我們常見的成語例子 叫做狡兔死走狗盆 這個應該很多人聽過 鳥進工廠也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原本獵人是帶著獵狗去追那個兔子 當那個兔子不見之後呢 那個獵狗就沒用了 就把它煮來吃了 同樣的 如果你人生的意義或目標 只不過是為了幫助你解決某個問題 換句話說 當這個問題被解決 或這個問題根本無法解決的時候 你瞬間會覺得我那個意義有什麼用呢? 最常見典型的例子是什麼 就是有一些成功人士 他花了一輩子的時間賺很多的錢 結果呢他喪失了陪伴家人的時間 他的健康也糟了 當他的家人離他而去 或者說他的孩子再也不跟他對話 或者是他得了絕症的時候 他都會想 那我賺這些錢要幹嘛 我原本賺錢是為了要得到一個健康的生活 或者是一個穩定的家庭關係 或者是一個快樂的生活 但當這些東西都消失了 我的意義何在呢? 反過來說 當這些東西都滿足的時候 這個意義也會消失啊 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狡兔死而走狗棚嘛 如果我賺錢的目的是 為了要讓我自己可以買到一棟房子 當這個房子買到之後 你瞬間就會有一陣子的一個喜悅感 滿足感 但接下來你就會覺得 那我接下來人生的新的意義何在 所以當我們尋找意義是用一種很迫切的 不是真正心之所向 不是真的你想要知道那個東西是你想要的 不是因為你熱愛這個東西 而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 而去努力尋找出一個意義的話 這個意義的破滅 終究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痛苦 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人會陷入中年危機 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人 在海外我們常看到 台灣也有 包括我自己 這方面還蠻熟悉的 很多人會 高知識分子會走入新興宗教 很多人不了解為什麼 高知識分子好像都很多都 好像很好洗腦一樣 很多的高知識分子 他從小到大 他所受到的教育是長輩給他的 他人生一開始就沒有一個核心股的意義 當他長大 當他所需要的東西都被滿足之後 瞬間喪失了人生的一個中心意義感 而這時候 信心宗教所提出的一個目標 一個方向 讓他覺得很能夠認同 他就全然的投入了 所以尋找真正的意義之前 更重要的事情是要證違 證實偽造的這個證違 也就是說我們要有判斷 喔 我現在內心好像有一個意義 有人告訴我應該是什麼為目標 但這個目標真的適合我嗎 如果這個目標達成了我會不會更空虛 如果這個目標沒有達成我會不會更痛苦 適不適合我作為我的意義呢 這個叫做證違 而這個證違的過程 我在我這個月的新書 原來我們都對自我誤解太深裡面 有一系列的描述 與你討論如何透過 邏輯理性思維的方式 來去檢視我們對於自己未來 對於自己人生意義的一些錯誤的期待 以及如何培養這樣子的證違能力 所以如果你想要對這個主題有更多認識的話 一定要買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快樂大學 還變得神經病的YouTube 以及按我們的鈴鐺喔 只有你按了鈴鐺之後 你才會收到我們的每一個影片的發布通知 同時還有熊仁謙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在這裡呢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各直播一次 討論一個主題以及介紹一本書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